好 回來第二節 剛才麥卿就在咪高峰就說 喂 還未講完 還有什麼想講 還有些威水事 還有些威水事要講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中國很多所謂租界 當時滿清的時候 國水很多地方 第二就是關稅 全部都外國人把錢 其實文國成立之後 就一直都延續 即是北伐成功之後 1928年 1928年開始 就收關稅自主 收回關稅 即是關稅 國民政府可以收的 又不會是外國人去收自主 即是收回回來 就入紙袋 入紙袋 這個就很重要 即是不被人經一手 不被鬼子都經一手 所以就有錢去推動改革 第二就是租界 當時收回租界 包括英國 九江租界 有些武漢等等 不斷收回租界 這個其實對於國家 在外交上 那個聲望 其實就 提高了 提高了 同時呢 在教育方面 我們也要提提 教育 因為也都 推動教育 十三間大學 有五間高低學校 還有師範學校 還有中學 基本上有些女子大學 這個重要 金陵女子大學 應該叫做 金陵女子大學 其實某個程度上 在全國來說 是當時的形象 國民的那個 耳末一身 耳末一身 不過當然 黃金十年 我們說的 讚好 當然另外 也都再說 文學的發展 是最爆發的 文學 就是文學界 在那些作家 都是原來很自由的 1928年 1937年 中國是 文學和言論 是最自由的時候 非常自由 就是左派作家 我們叫做什麼 左傾文人 左傾文人 左聯 中國作家 左聯 現在都在大陸都有 有矛盾 魯迅 就不斷寫 另外有些 胡適 林宇棠也在寫 就是兩邊在寫 某個程度上 那十年 言論的自由 是蓬佩的 嗯 其實對整個中國 來說就很好 同時我想 還要提一提 軍事上的改革 因為 雖然 蔣公敬 就是日式教育 日本的 但是 就很欣賞德國 那麼 變了 又訓練一些 德國部隊 所以 德式方式 抗戰的時候 我們那頂 鋼規 都是德式鋼規 遮到他的頸 是啊 那麼 這個就 是啊 他當時講 蔣介石 傳聞 就說他 是很仰慕德國人 那種的 軍事訓練方式 於是他就聘請了德國人 做他的軍事顧問 那後來就聘請了意大利人 是的 那組織呢 就是怎麼樣去改革自己的部隊 那就是1933年呢 開始就在廬山 就做了一個叫做 軍事訓練團 就專門就由德國的顧問 就訓練一些中級的軍官 就是上教啊 少教啊 這個級別的軍官 那改善他們的質素的 那 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這方面呢 都下了不少的功夫 是的 最後就訓練了 所謂的中央軍 五十萬大軍 德式的部隊 這個是現代化的部隊 最後跟日本人 打八年了 就拆了很厲害 那這個呢 就最後呢 當然我們 拆了日本 為什麼說呢 拆了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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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贏了日本人 這個就非常之 重要 所以這十年呢 有人說呢 如果日本人不侵華呢 中國呢 哇 國力呢 就無限量 是 這也是事實來的 因為他日本人見到 哇 你開始統一了 有一個統一的中國 是的 又開始發展了 有時候他就怕 哇 在他旁邊有一個強大的中國 那不就不行了 所以就 搞搞振了 因為他覺得 一個統一中國 對日本人 是絕對不利的 他永遠都成為 中國隔離的一個小國 是的 那他必須要擴大自己的版圖 那就是 所謂 要征服世界 就必須征服這個亞洲 是的 先征服亞洲 先征服中國 是的 征服中國 必須征服滿門 滿門 我想這裏 說到這裏 可能是日本人的一種情意 又 我們經常都說 喂 我們同民同組 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民同組 喂 隨福都是後代 只有一個 他不認你的 他不認你的 但他有隨福子 隨福子 隨福子 什麼都有 是日本的 對嗎 他無論怎樣都說 他不能說一件事 他承認整個日本的文化 文字 都是沿襲於中國 所謂唐豐 和服 其實是唐朝服飾 對 今天我們去看日本的字眼 去大阪看 京都看 金國子、銀國子、內朗 都是唐朝 都是唐朝風格 是唐朝風格 是唐朝風格 其實日本人 嚴格說 在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一直都是年輕 年輕到1995年 拼了本清 自己就神器了 所以他覺得 他自己被欺負了 老實實 二千年了 你還要 還要餵下去 不行 就像打火一樣 對味 拍桌 震氣 但是他又發覺 接下來 中國統一了 不是分裂 不是軍閥各具 統一 然後 你又搞這麼多運動 他怎麼辦 還有最大劑 最大劑 因為日本當時 之前都搞很多 日本很工業化 是 是 都很厲害 但是 日本的金融業化 很厲害 那又不幸運 日本人買股票 日本人買股票 美國人 退休 又退休 1931年 經濟大衰退 日本很傷 很傷 是啊 其實 五十塊行業 當時 因為當時來講 美國 1929年開始 華爾街股票大蛇 美國人 美國公司 就去找人 喂 還錢 四周圍的人還錢 歐洲 借了很多錢 歐洲還不到 於是 就不要 沒有錢還 就倒了 而 日本當時來講 又 透過很多工業出口 去歐美市場 死火了 你出去 買了些東西給人 又損不回錢 於是又倒了 又倒了 於是 搞到 日本自己都很不行 現在日本有兩個打擊 第一個是關東大地震 應該是一九二幾年 關東大地震 倒了 死了很多人 十幾萬人 接著又 接著 少許復甦 老闆又碰到 美國人又經過 金融海嘯 哇 這個浪這樣 五十塊浪漫側 哇 多少萬人失業 出口又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 所以這一個就是 影響 有些人就說了 日本政府裡面 其實在當時來講 有兩派人 一派就是 所謂的資深的政治家 老人家 中國就慢慢來 慢慢侵略它 但是另一批少藏派 那幫人就說 喂 那些老人家 你做好 你的事 要搶 我要搶 那幫 關東軍那幫人 就是少藏派 那 經濟大衰退之後 那幫老人家 就沒有話說 因為日本自己都不行了 於是少藏派軍人就說 喂 你沒有話說 我就來搶 於是那幫少藏派軍人 就在中國 搶中國的資源 就實行 用軍事 直接侵略了 其實說到這一段 我想也要回歷史 很多人覺得 九八事變 我們說九八事變 就侵略東北 一夜之家 其實四天 搞定 由瀋陽 到大連 瀋陽 然後去到吉林 吉林 然後一路上 三個月左右 整個中國的東北 都被逃須了 但是其實嚴格說 其實 一直 他們本身日本 在東北也有住軍 有 原鐵路也有住軍 因為由1985年 打贏了之後 打贏了我們也要賠錢 他又開始租租界 然後 應該是19006 日和戰爭 日本又打贏俄國 趕走了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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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的所有利益 歸日本 是 跟著他就 完鐵路駐兵 跟著又 威海衛 當時被俄國借 給俄國 是 又給日本了 所以他就駐軍 而在當時日本 所謂叫做關東軍 關東 當時朝鮮已經吃了 跟著一直去東北 其實完善的駐軍 還有當時日本也曾經推動 在世紀初的時候 推動殖民政策 鼓勵 當時日本 我們現在說的 日本所謂四個島 最北的北海島 那些有很窮 那些有窮 又沒有飯開 另外呢 那邊就是東北 東北就是向中國 不是向太平洋 向中國海那邊 那日本大家知道 那些是唇山盡靈的 那些窮人也好 那些是唇山盡靈的 那些是唇山盡靈的 那些餓死 餓死 沒有飯吃 扔老母子上山 那些是 老母子自己親自完全上山 那些父母覺得自己年紀大了 不想連累那些年輕人 於是就 叫那些子女 就背他上山 背他上山 不用帶你回來了 等他餓死 讓那些年輕人就少了 負擔 負擔了 唇山盡靈 那些年輕人 其實日本有很多窮人 那當時就鼓吹 殖民東北 去開狠 開狠東北 就是 那些資源多 那些資源多 哇 他們說 喂 米又漂亮 你想吃飯去那裡 那裡種田 那些田又漂亮 哇 又肥肉 哇 用不著種 扔一些動物去 剷掌 是 長八山 黑山八水 那些教師 教小朋友 拿起東北蘋果 就是大家 吃過什麼 大家吃過這個蘋果 你們喜不喜歡吃 那大家當然喜歡吃 先吃一口 那原來問他們 你們知不知道哪裡來的 那他們不知道 東北來的 我們是不是去拿 那就去拿 從小已經教他們 就是從蘋果 已經教他們 中國的東北 是一個非常資源豐富的地方 那不如去吧 那不如去那裡 其實當時很多日本人 去那些種田開墾 這裏一種 第二種就是 當然 喂 沒去拌的 當兵 那裏關東軍招勻去 關東軍 有些人叫做 有沒有吃過日本菜 叫做關東煮 有 台灣菜來的 不是 日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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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有幾塊菜幾塊去煮 關東煮就是關東 當然來講一下 就是日本關東的地方 那種煮食方法 但是其實 當時在東北關東 真的是一隻東 大佬 就是這樣煮到吃 那在某個程度上 就 整個關東軍 慢慢一路開始發展蓬勃 那在918之前 其實 完全是一個 獨立的 就是一個軍事的體系 根本 都不聽東京講的 是 這幫人自作主張而已 其實他 日本政府是 不贊成的 是 但是這幫 這幫少壯派 覺得 我靠你這幫老爺 去指揮我就 死人了 我現在這裏都不夠 我的資源都不夠 看過對面 哇 大把 我走過一步 我渡過了一點 我已經可以這麼多 為什麼我還聽你說呢 所以 這幫人 就開始 向東北 伸出一個魔爪 是 那好吧 其實東北一講 先講 要講張作霖 是 這個人物很重要 就是張學良的父 是 是 那 就是 他都 馬賊出身 馬賊出身 他 張作霖 是很怪的 他是馬醫來的 嗯 他是醫馬的 他就是 扶而直上 醫好了很多 很多名種馬 嗯 那好吧 那 其實 這個張作霖 他跟日本人 借了很多錢 就是 他都 要建設東北 是吧 借了很多錢 就是 借了錢之後 那 他就覺得 那些鐵路 是 很多人反對 喂 有沒有搞錯 我們中國人建的鐵路 為什麼要給日本人去管理呢 是吧 那麼 漸漸有些民意覺得 喂 中國人應該自己收回鐵路自己管理 尤其是我們自己建的 是吧 為什麼要給日本管理 那麼 好 日本人覺得 哇 那我自己錢給你這幫混蛋 你這幫傢伙 突出不給錢嗎 想 突出不給錢嗎 不行 那 就出資 這個 就出資發了這個黃菇屯事件 是 在這個 1928年的6月 那 日本人就 暗殺他 是 是 暗殺他 自不然就 紫城就副業了 是吧 那麼到張學良呢 就幫他老爸 他爹呢 繼承他東北的業務 那麼 那麼 好了 張學良 他又是這樣 喂 我老爸也是這樣 喂 那麼你老爸聽民意 那麼你張學良也要聽民意的 那麼結果他想著 日本人要換了兒子 兒子可能好傾 原來不是 壯大 都是這樣 那麼 所以就覺得 日本人覺得這樣長期下去 不是辦法了 是不是 就是我只是 靠 喂 我借了錢給你 你不得不得還 你還把我的利益 自己收為國 自己有 那麼 我們怎麼搞呢 虧本生意 所以日本人開始他的 就是 進一步的行動 喂 你這樣 麥兄 就是 在台灣獨 日本 日本史 所以對日本是很有情意結的 那 講到這裏呢 就都 要提一提 日本呢 就有一個首相 叫田中二一 他1927年 就 做日本首相 他呢 基本上 第一 他當時 就 他本身 本身 日本的軍人 基本上 聽政府話 由他開始之後 因為他本身是軍人 由軍人去軍事委員會 做政限 跟著做首相 於是 帶領軍人 就統斷國家 他直接 是破壞了日本的民官體制 日本就是明治為身 那時候是民官制 但田中二一 由一手 拱臨了這個民官制 那 跟著呢 他就 做首相 做首相 其實看見日本首相 哇 兩年換一個 跟著一年換三個 即是日本天王 就從這個民官的虛衛 變成了軍政的虛衛 對 沒錯 但當時來講 日本天王 是否真是虛衛 日本天王 基本上當時日本天王 是實權 絕對實權 不過 又輸了 那時候 他就說 不關我的事 日本人最厲害 輸了什麼差不關我的事 贏了什麼都是他的 這個是對日本的一種作風 坦白說 那 他 當時 他所謂的 那個叫做 田中二折 那個蜜折 我們叫做 又說要侵略中國 又要侵略滿洲 他就說 基本上 究竟有沒有這個奏接 到今天就說沒有 日本就從頭到尾 燒了 輸了 但日本真的做到一件事 就是他對中國要侵略 他真的有一個很仔細的調查 日本很仔細的調查 中國的河流多長 多深 他有的 日本有的 中國的井 有多少口井 一條村有多少個井 他知道的 多深 人口 水文 人口 人口 那些海灣 我們叫做水文 深毒 是 調查是有的 然後 他們 總之 你們 中國人 不知道的 他知道的 你現在喜歡 中國有什麼你不知道的 你想知道 中國人知道的你不夠詳細 不夠詳細 日本大國大學圖書館 哇 你們找到很多 很小 最熟悉中國的是日本 最熟悉日本 最熟悉中國 當時 應該這樣說 他覺得東班是他的 大哥 將來一定是我的 我當然要研究清楚 他還不單止整個東班 整個中國 是 當時日本 因為明治維新推行 大家要留意 他之前有武士道 武士制度 那明治維新 就廢除武士道 於是武士 沒有東西做 就變成浪人 那 本來是拿刀的 不准配劍 那怎麼辦呢 那就流浪浪人 沒有東西做 那些浪人 那這些浪人的發展 當時都搞了所謂 黑龍會 我們聽過 大家聽過黑龍會 特務組織 類似特務組織 初初不是的 那沒東西做 那這班人 所謂浪人 就流浪中國 那兩個任務 第一就是 調查 就是收入情報 收入情報 因為 我想日本武士 跟他們那些學術 有少許 隱者很聰明 他們最聰明 知道要搜集 第二就是 搞搞陣 製造時端 製造時端 總之有理沒有理 調查 然後 那變成他們 正常的浪人 不正常的時候 就 軍人 跟著是軍人 三者混入 在東北 就最多這些了 那也是因為 他們這麼熟悉中國人 於是 他們侵入了中國領土之後 要找一些漢奸 來做一些偽政權 就特別容易 就是 因為他有很多朋友 多朋友 我們先說 東北 還是什麼東北 東北三省 我們常常說 東北三省 什麼來的 東北三省 我們以前說的是黑龍江省 對 首府就是哈爾濱 哈爾濱 吉林省 吉林省 首府是長春 長春 那 遼寧 首府就是瀋陽 瀋陽 現在分了五個省 現在多了 現在五個還是幾個 三省 三個省 民國時候 東北三省 多了一個叫鳳天 那時候叫鳳天省 那時候叫東北四省 那位置在哪裏呢 其實 中國的原來 中華民的版圖 就像海棠葉一樣 49年之後 我們叫做淪陷 外蒙就割了出去 變成公雞 東北三省就在 雞頭那裏 雞頭 雞頭那個地方 就是東北三省 因為大陸的版圖 就是雞頭那個部分 是 那這個地方其實呢 是資源搜寵豐富的 那聽說 小強都曾經是做過 遼寧省的省委書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呂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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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 可以當牙籤 哈哈哈哈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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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大米 小米 還有呢 煤 煤 這些戰略之言 不要說戰略 簡直是生活的必需品 是的 那些煤 剛才說了些煤 煤呢 就是在地上 就是在地裏面 那些煤礦呢 東北的煤礦是特別容易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很近地面 而且是平的 就是一塊塊煤礦呢 是平在地下 即是挖低幾呎就已經有煤了 是的 一塊塊拿出來就不是一塊塊的 而且不用挖得很深 有些就挖到很深 然後才呢 KK區區才找到煤礦 山西那些就是這樣了 所以就很容易死人 山西經常死人 那些煤礦洞 那些辛苦嘛 還有東北的冷 東北的冷 東北的冷 比日本冷 夏爾濱每年有個冰雕節 冰雕節 零下二十度三十度 三十度我還沒試過 有個湖上流冰 可以 其實我試過去長春 是嗎 那些零下二十五度 哇 冷到不得了 最冷是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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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到鼻子也掉了 那包著鼻子 哈哈 不過 在東北這麼多的資源 其實日本是需要的 日本是很需要的 因為日本本身就很缺乏資源的 嗯 那所以 你說對 在這樣的情況下 嘩 那個肥豬肉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了 吃不吃 現在我想 要說回 最大的一 有個誘因給他呢 就是因為我們講的民國 中原大戰 是 張學郎拍桌 支持蔣中正 率兵有關 是 哇 東北就空虛了 東北虛了 喂 那時候入了十四個師 十四個師 多少萬啊 十萬人 哇 真是 入了去 三十萬軍隊 去了十萬 入了關 入了關 那你剩下的那些呢 不是精兵來的啊 大哥 精兵入了關 那這裡叫做東北空虛 東北空虛 那沒有啦 那日本人在那裡 不如 一於跟你製造時端啊 搞搞一會兒 那製造過這個 七月搞過這個叫做 萬寶山事件 那又是中村事件 那但是呢 張學良都指示了 克制 千萬不要動 是 就是我們 還不夠 打著 是 好了 一會兒呢 我們差不多時間夠了 我們下一節呢 會講 究竟不抵抗將軍啦 張學良也是 那當然不抵抗將軍 那當然不抵抗將軍是怎麼來的呢 關關你的事呢 好了 不抵抗這一句話 後來有人就說 指了蔣介石去下命令的 那一會兒我們還原回歷史的真相 究竟不抵抗是來自誰的 好嗎 下一次見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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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nes 李宗盛 李宗盛 演唱詞 李宗盛 李宗盛 иру著 蔣介石去過 千萬、九 Pit時 中央还有那衰老的天涯 救一马 救一马 中央那个悲惨的十号 救一马 救一马 中那个悲惨的十号 折离了我的家墙 抛起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成吉家在关内 流浪 那年那月 还能够回到我呢 可爱你故障 那天那月 还能够 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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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